其實在現在濫暴濫告的情況之下 出現了昨天這個搞烏龍的狀況 大家都是不樂見的 但其實歸根究底都是 如果律政司繼續進行政治檢控 繼續去事意起訴 甚至在起訴的時候 去沒收大部分被起訴人士的護照 其實只是會得不償失 令到衝突持續 所以其實這種政治打壓 其實是不會阻礙到我們繼續 在國際社會爭取關注 我即將是會去德國和美國 無論是國會的演說 還是議員的交流 還是外交部的見面 都是非常重要 希望爭取國際社會 支持香港民主